大家好,前面视频给大家介绍了 美国发现了不明飞行物 就在美国的休伦湖上空 之前给大家播放这个视频 大家看美国方面公布的不明飞行物的画面 是一个八角形的不明飞行物 它并不是气球 大家看它是有推进系统的 非常清晰,有推进系统 美国的总统拜登已经下令击落该不明飞行物 一个八角形的飞行器 它可以悬停被美军F-16战机击中 现在美军没有公布进一步的消息 美国媒体也在追踪这个消息 同时在中国 中国的这个寂寞海洋局也接到通知 在日照附近的海域也发现不明飞行物 准备击落 请海上作业的渔船注意避险 具体位置 东京120度51分 北北35度37分 有降落物落在你船附近 携入拍照取证 如允许 现在美国和中国同时 目击不明飞行物 现在有消息证实 它并不是人造的物体 有消息证实 这个物体并不是人造的 那很有可能真的是UFO 到访地球 咱们还是等美国 包括中国 未来打捞以后 向媒体公布的最新消息 今天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巴赫木特的消息 巴赫木特呢 俄军今天攻占了巴赫木特 它的这个材料厂附近 也就是巴赫木特的南部郊区 就向前推进了约4公里 在巴赫木特室内 材料厂在这儿啊 这样已经很接近市中心了 巴赫木特市中心了 所以南部呢 今天取了突破 这是现场方面 这个材料厂就在这儿啊 这是瓦格纳工病 这个材料厂呢 在这个附近 在这个附近 所以现在整个巴赫木特呢 这个瓦格纳工兵 已经非常靠近这个火车站了 巴赫木特火车站了 只要几个街区 就可以到达火车站了 所以巴赫木特市中心的情况 也比较危机 南部地区啊 瓦格纳工兵推进的速度 还是非常快的啊 那么瓦格纳的整体情况呢 截止莫斯科事件 2023年的2月13日 那在北部地区 克拉斯纳哥拉呢 俄军控制以后呢 沿整个山区啊 进行清扫 现在的俄军呢 进攻 帕拉斯科瓦啊 和比尔霍夫卡这个方向 今天的战斗呢 实际上主要集中在 这个帕拉斯科 这个方向啊 将乌军呢 赶出现在帕拉斯科 北部地区啊 现在已经到达了 比尔霍夫卡的北郊啊 这个方向 M03公路这个附近 所以现在俄乌双方的 沿这个方向进行激战 乌军有一部分的 这个公兵呢 还是在这个室内啊 进行阻击 但是乌军大部分已经撤离 撤离到比尔霍夫卡 所以在比尔霍夫卡的郊区啊 双方发生了激战 这是今天的情况 那现在呢 乌军呢 实际上已经打算啊 从这个北部啊 比尔霍夫卡啊 还有帕拉斯科 这个方向撤军 最新的消息呢 巴赫木特啊 巴赫木特呢 室内的消息 通过监听乌军的无线电台 发现乌军呢 已经将北部地区 还有巴赫木特室内的 所有的伤员 全部转往克拉玛托尔斯克 全部转往克拉玛托尔斯克 所有伤员都撤离了啊 电台中呢 这个乌军的士兵呢 表达出了喜悦 也说明乌军现在呢 已经预示预判的啊 这个预示着整个战斗 巴赫木特战斗 可能要接近尾声 伤员撤离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就是整体 要撤离巴赫木特了啊 所以现在整个乌军的士气啊 现在比较高昂啊 因为准备要撤了 不会在这个角落机继续啊 继续 长期这么在这儿 毫无意义的消耗了 所以乌军现在呢 从这个无线电台监测情况来看啊 市气现在是比较高的 要撤军了 从克拉斯纳格拉 米尔霍夫卡 到巴赫木特室内的啊 所有的伤员已经撤离 撤出了巴赫木特啊 沿最最后的几条步级通道撤离了 撤到的呢 就是这个卡拉马托尔斯克这个方向啊 后续很有可能在卡拉马托尔斯克啊 建立新的防御 所以巴赫木特战斗啊 已经进入尾声了 俄罗斯呢 现在通过呢 北部的这个斯扎比亚斯克和巴赫木特的这个M03公路 控制这条公路呢 乌军的向北啊 向北撤退的 现在已经到达了这个 卡拉马托尔斯克附近 而瓦格纳公民呢 沿这个M03啊 控制这个区域 向北已经包围了瓦修基夫卡 瓦修基夫卡 这个方向啊 已经抵达了瓦修基夫卡的南部 这个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瓦修基夫卡呢 它是呢 到达塞浦斯克啊 塞浦斯克重要的一个节点 控制这个地区 塞浦斯克南部的防御啊 就在俄军的炮火之下 那在巴默特市内啊 乌军的这个特种部队啊 特种部队已经抵达了巴默特 一起抵达呢 还有剩余的一些补给 补给物资 是通过啊 它最后的几条补给线路 补给了弹药啊 另外呢 俄军也发现 乌军的一个电子战分队 现在进入了北部的帕拉斯克 这个电子战分队呢 俄军呢 通过无线电监听发现呢 是乌国民警卫队第四军的部队 乌国民警卫队第四军的部队 进入了这个帕拉斯克 他是来替换帕拉斯克 室内的这个残留的乌军 刚才给大家讲了 乌军的伤员已经撤离了 那么一部分乌军在这长期作战的一些部队 需要轮换 现在俄军判断这个第四军 国民警卫队第四军 它轮换的这个阵地以后呢 是为新的防线 新的防线建立来争取时间 以后未来呢 乌军撤离巴哈姆特 要在卡拉马托尔斯克正面建立新的防御阵地 在这一线建立新的防御阵地 那他就是要在这 第四军要在这个方向 来阻止瓦克拉斯克国民兵的进攻 争取时间 在马格纳公兵的这个南部地区 南部地区作战的情况呢 刚才给大家讲了 现在已经抵达了这个材料厂附近 现在正在沿 乌军的这个目的 目的据点 向市中心推进 特别是靠近这个火车站 乌军呢 现在在巴哈姆特市内呢 也进行了增援 增援的部队呢 是第93旅 第93旅 这93旅呢 增加了约200人 俄军呢 现在情报显示呢 这200人是从 已经解散的 退出巴哈姆特战斗的 其他部队里边的 剩余部队 汇集成200人作战力量 然后投送到巴哈姆特战场 由93旅来指挥 也就是说 被解散的其他营 约200人 重新投入到巴哈姆特战场 由93旅来 重新组织 补充死伤人员 他们呢 很有可能是从 切尔尼哥夫方向 切尔尼哥夫方向 抵达这个方向 抵达这个巴哈姆特的 巴哈姆特的西南战斗呢 现在 主要集中在斯多波切克 还有伊万诺夫卡这个方向 这两个方向呢 乌军也进行了增援 乌军80旅 第80旅已经抵达这两方向 乌军这个80旅抵达以后呢 恰索亚尔方向啊 这个情况出现好转 情况出现好转 乌军呢 缓额了过去这个紧张情况 另外乌军呢 还向南部的 迭列夫卡 迭列夫卡这个方向 这是迭列夫卡 向这个方向进行了增并 还有 比尔格拉 比尔格拉这个方向 比尔格拉这个方向 这两个方向的增兵呢 是第28旅的部队 大家看啊 这个地形 这个方向啊 28旅抵达这个方向 主要是为防止 未来俄军从 库尔九米夫卡 进攻军事坦诺夫卡 所以28旅在这个方向 进行了这个增并 从整体来看呢 乌军现在已经撤退到 恰索亚尔到 别拉雅格拉 这一线来看呢 实际上乌军呢 已经准备放弃巴亨姆特了 所以呢 主力部队已经开始 后移到 恰索亚尔到军事坦诺夫卡 这一线的防御 未来呢 巴亨特的撤军 实际上只是时间问题了 另外呢 在巴亨特方向 瓦格纳工兵呢 实际上也获得了 巴尔坦克啊 相关的这个 手册 打击巴尔坦克手册 大家看啊 这个瓦格纳工兵 已经开始准备啊 对付巴尔坦克了 也说明未来 在敦巴斯战场啊 这个乌军的重型坦克啊 也将与俄军 正面交锋 从这个画面也可以看啊 这个 非常详细啊 这个图纸 它正面装甲的这个厚度啊 实际上俄军呢 其实也已经有准备啊 俄军呢 现在来看呢 主要使用的是短号 短号 短号呢 是可以轻易的摧毁 它的后方装甲 还有这个侧翼装甲 但是呢 顶部装甲 这个黄色部分 是很难摧毁的 所以你看啊 标黄色的 就是未来呢 这个凡坦克手 基本上不会碰的位置 绿色部分啊 就是随便打 大家要看懂这个意思 就前装甲 实际上非常厚啊 就是凡坦克手 基本不会碰这个几位置 就打到侧面 但是侧面 由于地形啊 它实际上可以利用地形掩护 想要打得准 会非常困难啊 需要这个 手非常稳 才能打中 所以呢 现在 波兰啊 波兰向乌克兰 提供这个鲍尔坦克啊 大家看鲍尔坦克 已经开始训练了 乌克兰的这个驾驶员 所以未来这个鲍尔坦克 进入乌克兰战场 实际上俄乌双方 会进行一场 这个现代化条件下的 二战以来 最大规模的 坦克 坦克大战 这是今天呢 巴赫木特战场最新的消息 距离15号越来越近了 现在呢 上很多的消息显示呢 俄军呢 已经准备好 发动大规模进攻 只是时间没有定 15号以后 任何一天都有可能 那我也会持续关注啊 这个整个顿巴斯 还有乌克兰战场最新消息 后期呢 我更多的情况呢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